这个撰写有时候 只觉得我们刚刚是会用类似这样的思考模式 不确定 所以坏了一帽 然后当什么情况下 就是跳离二回去 当I的词只要是大于其中一个 那我就break 不是12跟8 只要是I这个词 只要是大于12或8的话 那我就break 底下再比较 不过如果我用for回圈来思考的话 底下的话我想到 只是说我这边 我是没有特别去比较x跟y 到底哪一个比较大 OK 其实好像只要丢其中一个 让它run 应该就可以了 其实用x或y 这个可能再看看 我直觉逻辑应该是 只要放x或y 放在这边 跑到那个地方的前一个值 那他自己本身 他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 12跟6的最大公益是多少 6嘛 所以这边应该怎么样 要加1才对 要跑到他自己 有没有 他自己本身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也可以被另外一个x 那么也会被整除的话 那以后就有可能 所以这边的话 城市就应该要把它加 应该要跑到那个地方 有没有 跑到6停下来 如果 我试试看好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底下 这个逻辑就是上面这个逻辑 就这一串逻辑 把它直接移植下来 那一样就是 如果是那个被整除的词 那我一样把它丢到最大公益 诶 这样应该理论上OK 试一下 所以当然我这边刚try了一下 我发现 如果用什么 用那个 12.8一定是不会有问题 是嘛 然后如果用他题目提供的 就是4跟6的话 应该2嘛 应该也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用刚刚那个逻辑 12跟12.6的话 这样enter 就6 有没有 但如果我刚刚 假如我刚刚想的 没有把它加1 因为 它这个地方有没有加1 就是说 会不会跑到它自己那个数字吧 如果没有加1 跑到它的那个数字的前一个数字 如果我今天把它输入y的话 那有可能就 12.6的话 那变3了 不对 稍跑一个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就是 要不是x加1 要不是y加1 那这里的话 我不确定 那个x跟y要不要比大小 把小的留下来 其实如果不需要的话 那你等于 那个动作就不用做了 因为没做跟做的结果一样的话 那你就不用多写那个程式了 所以有的时候程式 是不是要写那部分 取决说 到底做那件事情 有没有意义啊 如果做了跟没有做结果一样 那干嘛做 等于白做了 OK 所以我有时候写程式会思考说 那部分的程式到底有没有必要写 如果不需要 那你就不要写了 OK 这样程式也比较精简 但我发现有很多人 程式就会什么都写 写的好复杂 每个都写 每个都写 什么都写 要不要都全部写 写到最后发现 都全部把那些程式mark 掉 都注解掉 根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 你写在干嘛 等于让程式变得很复杂 OK 那这样的话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基本上这样应该就 或者你六 六斗点十二的话 应该也会得到六 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都写成这样 可以把它改进 你会发现 程式本来这么多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行的 马上只改成只有三行 看起来就觉得舒服多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 最后我们再把它改写 改写成Function 那改成Function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逻辑 第一个的话 请你在最上面 Enter两下好了 打一个DF 空一格 打一个Compute 刮弧 然后我需要传两个参数过来 传两个词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X 逗点Y 一样 一个XY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我们的计算的部分 就是除了Input 跟Output以外的其他程式 就这一些 直接把它移动到上面 并且按Tab键 对 再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什么 把这个地方Print的部分 再用呼叫的 带两个值给它 一个是X跟Y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的这个Function 就大功告成了 其实你会发现 甚至它这个Eclipse 还蛮贴心的 你一边打它一边秀给你看 然后你就直接X跟Y 直接带过来 OK 好 再来的话就测试看看 基本上 步骤都差不多 所以 将来你先写好第一阶段 再改成第二阶段 其实相对的就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我Run一下 基本上也是这样 12 逗点 8 Enter 我又忘了一件事 Return 对 所以最后的话 要把 结果Return回来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Return 那Return的话呢 特别注意 你Return的话 你就变成Return x 豆点 y 两个 Return 对 不对不对 应该把GCD 把它Return回来 最大公益数值 帮我Return回来就可以 所以GCD OK 好 那一样这个地方 我就不用去考虑到 到底那个组程式 就是 你只要顾好组程式就可以了 其他的部分的话 他就用Return的方式给你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主要有两个部分 我刚刚是把它改写 成所谓的Fall回圈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把它改成 写成有关方权的写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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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